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我前面的那期节目 或者如果你是最近才发现我们的频道 还不知道春天应该对草屏做些什么 那我强烈建议你回看一下上期节目 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 会比早春除杂草和使用牙签除草剑更重要的 所以无论你有多忙 都务必先做好那两件事 然后再跟着我们继续做后面的这些维护 我们的频道永远是先讲为什么再讲怎么做 关于为什么要将草坪割断 或者更严格一点来说 为什么要在春天的时候将草坪割断 其中的主要原因有两点 第一 不管是南方的草坪还是北方的草坪 寒冷的冬天都是草坪发黄和休眠的季节 那这段时间北方的草坪停止生长 南方的草坪地面以上的部分全部被冻黄枯萎 在这种相对来说严苛的环境下 只有地面以下的草坪在积蓄能量 等待第二年春天的范绿 所以换句话来说 从冬季到春季 能够促进草坪生长 开始萌发新生的绿色的草叶的部分 是土壤下方那些去年秋天积蓄下来能量的草坪的部分 如果你想让你的草坪更早的打回休眠 让你的草坪比别人的草坪更早的变绿 那最关键的就是让大片的草根部分 提前感受到春天的温暖和阳光的照射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将草坪隔得更短一些 第二对于南方草坪来说 将比于北方的一年四季分明 冷热交替 南方的草坪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跟热这个字打交道 软机草里不光没有什么习音的草种 所有的草种还特别害怕长期的寒冷 就拿伯扬大这个草种来做举例 夏季踩塌磨损和长达三个月以上的污水情况 也不能够将它们杀死 但长期的寒冷或者是几周不见光的环境 哪怕是水费充足 它们也会被严重的消耗和快速的衰退 另外 对于南方草坪来说 冬天结束后地表上那些黄色干枯的草叶草精的部分 已经不再有任何意义了 它们不光无法再次从黄色变成绿色 还会在接下来的生长季节里成为草坪的累赘 无法快速消耗的枯草层 会增加草坪茅草的堆积速度 而一旦这些东西堆积到严重的程度 形成不透水的茅草层之后 不光水肥无法有效地渗入土壤 草坪染病的几率也会大大提升 所以 至于南方草坪的维护者 你们比北方朋友更需要在早春温度适宜的环境下 尽可能早地给草坪安排一次割堤的操作 为了能够帮助阳光透过草罐部分收到土壤表面 更早地温暖草根 以缓解一整个冬天寒冷的环境 给暖济草坪带来的消耗和损伤 说完了为什么我们来说怎么做 将草坪割堤也要分草种 分时间 分高度 从草坪的生长习性来说 主要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北方的Towphyskill 南方的Sea Augustine这两种草 它们有较长的草坪部分 如果被割得过短 会导致严重的草坪退化 它们应该被常年使用割草机的最高档来割草 所以作为早春的割堤维护 你只需要使用比平时割草高度低一个割草档位 来将它们割堤即可 千万不要割得过低 这样极有可能将大片的草坪割死和割上 第二类是那些我们常见的 绝大部分的草坪种类 比如包括冷气草里的Bluegrass Railgrass和暖气草里的Joyzea 这些草坪能够适用中弄的割草高度 也可以适用较短的割草高度 根据大家不同的喜好 一般来说都会维持在2-3英尺的长度左右 对于这些草种的早春割堤维护 你可以将割草机的割草高度下降两个单位左右 这种高度可以在春天的时候 让雨水和阳光透彻进草坪更深的地方 给草坪以温暖 还可以在夏季的时候有足够的空间 让你来提高割草机的割草高度 用于遮蔽和宝石下面的土壤 一句话 进可攻 退可守 最后一类是特殊的一类 这一类里 只有一种草 那就是南方暖际草里的Bermuda 也就是KK种植的这片草 由于Bermuda是一种受虐型草坪 它被割得越低 被晒得越严重 它长得就越密 越强健 所以如果你种植的是这种草坪 那么你就可以放心大胆地 将割草高度调节到最低 并且使用割草机的装包模式 把割下来的草屑全部丢掉 让草坪上方充满着裸露的粗根 说明你的第一个维护才做得到位 永远不要让Bermuda在春天变长 尽你可能的 将它们牢牢地按在地上摩擦 它们会在非常快的时间里 还你一片密不见地的草坪 不管是什么草种 不管你是割到地表 还是仅仅割低了一档 在进行这一系列的操作之后 我往往需要给草坪补充一些营养 如果你有腐质酸液体或者是颗粒 那草短的这个时候 是使用它们的最佳实际 按照说明借量足量使用这类产品 它们不光会唤醒你的草坪 还会唤醒土壤内部的微生物的活性 接下来我还会撒一些颗粒型的草坪缓式肥 这些肥料会随着每一次的交税 或者是降于分次的释放营养成分 并提供草坪持续的营养 帮助草坪快速恢复生机和绿色 我一直在使用来自Scotts公司的 GreenMax的草肥 这种草肥颗粒小 淡肥成分充足 并且还含有一定量的钾肥成分 可以说是我目前能找到的 价格合理的不错的草坪产品了 最后我还会频繁的使用 虚贵酸喷洒器 配合一些快适水溶性肥料 来给草坪提供多次的 可以立即生效的全元素肥 这种喷洒型肥料 不光会作用在土壤中 给草坪根部吸收 还会停留一部分养分在草叶上 供草叶部分吸收 一般来说如果是颜值的夏季 我是不推荐大家这么做的 但对于凉少的春季或者是秋季 使用液体喷洒型肥料 反而是安全有效且生效最快的一种 补充草坪营养的方式 春天对于南北方草坪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季节 我们需要提前做很多事情 来为短暂春季后面难挨的夏季 打好基础 我后面会针对强健草坪 讲解更多的方法和说明 最希望大家跟着我们 一步一步的做好自己的计划 让家里的草坪变得有趣起来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